喜欢跟爱它的差别在哪里 喜欢其实它是一种索取 对你自己有好处的 让你舒服的是吧 让你开心让你快乐的 你都会喜欢是不是 它是一种感觉 爱的话它是一种付出 是不是 你如果你说你爱谁 那你就要问问自己 你又为他付出什么 喜欢是不用付出的 我就喜欢是吧 我喜欢这个东西 我喜欢这个人 你不用为他做什么 还有一个喜欢确实是暂时的 你没有发现你在不同的阶段 你会喜欢不同的东西 你可能你小学六年级 每一年都换个喜欢的女生 但是爱的话呢 你如果做不到永远 你就不能说爱 因为哥林多书讲得很清楚 是吧 爱是永不止息 也就是永不止息的才叫爱 比如说你有一段时间 你特别喜欢一个人 你觉得你爱他 可是你想想 可能过了一年两年 你就不爱了 所以那个可能并不是爱 是不是 他就是一个暂时的 所以都不能算是爱 还有一个 喜欢的话呢 就是他可以不爱 爱他可以不喜欢 特别是在我们夫妻关系 可能很多时候 从一开始是喜欢 有好感 进入婚姻以后 你会发现 很多很多的事情 你不喜欢 哥林多书里面有讲什么 爱是不喜欢不义 也就是说 你可以爱一个人 但是你可以不喜欢他 知道吗 如果这个人是在犯罪 这个人是一个很坏的人 是一个不义的人 你不能喜欢他 但你可以爱他 因为他身上有不义 你不能喜欢他 如果你也喜欢 你可能会跟他一样 去做同样的事情 我们要去爱 所有不可爱的人 包括你的仇敌